嗨,大家好,我是曼生 前两天我在网上发了一张 我分别戴这两副眼镜的一个对比的效果图 来说明为什么高度近视一定要远离大狂眼镜 当场有很多妹子们表示,我误了 但是也有人对我表示质疑 就说他觉得这副眼镜是没有度数的 所以戴上以后效果才差那么多 我会干这种事吗 当然了,我现在心态是非常好的 我就当作是对我挑眼镜的眼光的一个赞赏 还有很多人想要这副眼镜的链接 我就是在家门口最近的那家眼镜店买的 那家店叫做眼镜市场 是日本的一家连锁眼镜店 然后如果你实在想买的话 我翻出了当时我买这副眼镜的时候 他给我的一张纸 这一串英文加数字 就是这个眼镜框的款式 如果你实在想买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截个图去看一下 有没有代购能买得到 再来看一下这个眼镜的度数 这是右眼 600度50度散光 这是左眼 575度50度散光 货真价实的近视眼镜 你看这样眼镜是会变小的 你要说戴上以后跟不戴完全没有区别 不可能 毕竟度数摆在这里 我600度呢 但是至少看起来还比较正常 我现在画上这副大的 你看一下 就你不觉得眼镜更小了吗 上面窄下面宽你不觉得真的像个窝瓜吗 如果这副眼镜你买不到的话 当然其实我也不太建议大家跟我直接买同款 因为每个人的脸型不一样 我现在戴着适合 不一定会适合你 所以还是自己去店里面试最好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总结出来的 高度近视选眼镜的几个准则 首先大家需要在心里面明确的一点 就是对于高度近视来说 挑眼镜最重要的一点 一定是舒适度 而不是美观 美观这种东西你就得往后烧烧了 我打个比方来讲 一两百度的近视就相当于你从家里走去 取快递那么一点点路程的运动量 那么这一点距离 随便你穿什么鞋都可以 拖鞋 坡跟鞋 凉鞋 高跟鞋都可以 但是我们五六百度往上走的那种近视 就相当于你要去爬黄山 或者相当于你在周末节假日的时候 去北京迪士尼乐园 那双鞋子但凡有一点点让你感到不舒服的地方 你走那么一天下来 这个人就会非常难受 大家能明白我意思吧 所以舒适度和对你眼睛好不好 一定是排在美观度的前面的 首先第一个原则就是你的镜框 要在符合你自己同距的情况下 尽量的小 什么是同距呢 同距就是你平视前方的时候 两个瞳孔中心的距离 在你平视前方的时候 近视镜片它的光学中心 需要跟你的瞳孔是重合的 如果偏离了的话 你看东西就会不舒服 什么又是光学中心呢 我们知道那个近视眼睛的镜片 它是auto镜 就是中间薄四周厚的 那么中间最薄的那个地方 就叫做你这个眼镜的光学中心 为什么镜框要尽量的小呢 你想象一下 没有打磨过的眼镜片 它都是这样圆形的一块 然后中间是最薄的 到四周越来越厚 如果你的镜框越大了 那么你的镜框框进去的 那个范围也就越大 越到四周 那个镜片就越厚 所以如果你的镜片很大的话 在相同度数的情况下 你的镜片一定会比 小镜框来的厚 也会变得更重 所以镜框需要再符合你 铜锯的情况下 越小越好 铜锯特别小 镜框特别大 或者是铜锯特别大 镜框特别小 这种情况呢 都是不合适的 第二个准则呢 就是镜框本身要轻 然后呢眼镜的腿 尽量选那种可以弯曲的 比如我的这一副 它的腿是可以弯的 比较软 这样子的话呢 我即使带头箍 它也不会卡我的脑袋 然后镜片的折射率呢 一定要选大的 大家可以看我的配镜信息 我左右两个眼镜片的折射率 都是1.74 基本上就是市面上 折射率最大的镜片了 镜片折射率越大 在相同度数的情况下 做出来的镜片就越薄 也就越轻 第三个准则呢 就是眼镜的鼻拖 一定要选面积大一点的 鼻拖就是架在鼻子上 这两个东西 并且这个面积的大 尽量选择鼻拖的宽度 比较宽的 而不是比较长的那种 我自己戴下来感觉 鼻拖宽一点 比长一点 更能比较牢的 扒住你的鼻子 不容易往下滑 然后第四个 才排到美观的问题 我在之前那一个 眼镜框的推荐视频 也给大家讲过 适合我的脸型的眼镜框呢 一般都是上缘比较平 然后底下比较圆的眼镜框 那么我这一次选的眼镜呢 也是符合这一个定律的 并且呢 这个上缘一定要是在 眉眼之间 比较靠近眼睛的地方 就是比较低 下缘呢 可以稍微离眼睛距离远一点 稍微低一点 但是一定不要太低 不要过于靠近你的鼻头 那样子的话 镜片又会变得很大 最终这副眼镜 戴上好不好看呢 其实我最推荐的 还是你直接去店里面试 戴上眼镜 然后自拍一张 然后打开你的美图秀秀 或者是其他P图软件 用放大眼镜的功能 反过来把你的眼睛缩小 如果眼睛缩小之后 你觉得效果还可以的话 那么这副眼镜 应该就是可以的 这个是我之前 在VVCAD的视频里面 看到的 我觉得非常有用 顺便也分享给大家 最后一个准则呢 就是你在配镜片的时候 一定要去专业的眼镜店 我之前这副眼镜的是 我在网上买了慕90的镜框 然后去我们那边 线下一家很小的眼镜店 配了镜片 当时那个眼镜店里的人 就是什么都没有跟我说 他也没有问 你这镜片的折射率 要选多大的 也没有给我提意见 说你度数太高了 镜片太大 配出来会很厚很重 什么都没有给我讲 20分钟眼镜就好了 然后我就拿到以后一看 天哪怎么这么厚啊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 可能因为我度数太高了吧 可能五六百度的眼镜就是这个样子的吧 但是你看一下我现在这副 超级薄的 这副我配的时候 那个店员就跟我讲 因为我度数比较高 所以会给我配 折射率最高的那一个镜片 也给我建议了 就是镜框最后选小一点的 还有一点是我建议 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去专业的眼镜店 你的眼镜配好之后 工作人员会让你再试戴一下 然后他会检查一下 你这个眼镜腿跟耳朵后面卡的好不好 然后这个眼镜左右 有没有高低不平的问题 就是如果这个眼镜戴上之后 你发现有问题 他会马上给你调整 我这副就是 因为我左右两个耳朵不太一样高嘛 所以我当时戴上之后 这边这个耳朵 右边这个耳朵 后面那个眼镜脚 没有卡的特别好 所以当时他就给我调了一下 现在戴上之后 就没有特别明显的 高低不平的问题了 OK那么以上就是我总结出来的 高度镜式 如何挑选镜框的一些准则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我个人觉得还是 还是会有用的 毕竟我本人就是一个高度镜式 之前我说眼镜妆最重要的东西 不是妆是眼镜 然后有些人表示 最重要的是度数 但是你看我 我也有600度啊 我现在戴这个眼镜 也没有特别的丑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适合你自己脸型的眼镜框 然后第二才是度数 最后是妆 那么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有用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意见 三连支持一下 那么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句 就是因为之前那条 底下我看到很多评伦说 是因为我脸小 怎么怎么样 我才能选小镜框 你就选符合你自己脸型 情况下的最小的 大家明白吗 等比例放大一下 而且你不要觉得 你自己脸宽或者是颧骨宽 你就一个劲的用大镜框去遮它 因为高度镜是你的眼镜 折射光线的能力真的非常的强啊 你的镜框一宽啊 你的颧骨这个地方 就整个缩进去 虽然说颧骨外扩 在普世意义的审美上 大家可能都觉得不是很好看 但是你的颧骨中间断掉 往里面说就好看了吗 这样就遮住了吗 没有啊 就变得更奇怪了 有没有 听我的同志们 高度镜是真的 不要靠近大镜框 会变得不幸